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若繁星的不足俱落 到规模庞大的古城古国 而当史书记载的《夏朝开启》 玉又会在此后的王朝更迭中扮演什么角色 呈现出怎样的面貌呢 让我们沿着时间长河的低暗继续探寻 在洛阳盆地东部 北伊芒山 南岭古洛河 二厘头遗址向世界展现着 中国第一王朝的赫赫风度 二厘头遗址的考古成果 有哪些探索夏时史记的重要戏目呢 在遗址夏代墓葬中出土的一种别致玉器 正是其中之一 它昭示出夏朝的强大影响力 这种体型扁薄 领端有刃的玉器 名为牙张 而里头一只出土的这一件 最引人注目的是它两侧的飞牙 有两条张着嘴的龙 展露着尖利的牙齿 我们现在知道 它就是最早出现的应该是龙山时期 它用于祭祀啊等等这样的一个用 在三星堆出土的 在同仁 同仁手持的就是 鼎里膜拜的那个牙张 这种仪式感是非常非常强烈的 二里头一只出土的牙张 体型普遍更大 两面飞牙间 有多重精细浅刻的纹饰 而飞牙的龙形画 更是此前的牙张所不具备的 龙 这一中华民族最具传奇色彩的代表性图腾 在二里头一只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 镶嵌绿松石铜牌饰 以及诸多陶器上多次被发现 更证明了牙张侧面的张嘴瘦头饰 实则是龙形的推测 觉得它是为了加持 一张武器的这种神秘的力量 体现的是权力的象征 更不可思议的是 从中原地区向西南 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 和成都金沙遗址 乃至福建 广东 香港 诸多与中原相聚甚远的遗址当中 与二里头一只风格相似的牙张频频出现 为什么牙张会呈现出这样一种史无前例的 大范围跨地狱的传播姿态呢 夏人毕三代灭亡之后 夏部族人员带着牙张南逃出去的 随后它在中原地区流向了整个南中国地区 一直到了我们的北部湾 我们在福建发现了新的牙张 这些牙张能够诠释我们夏代的一个存在 夏代毕灭亡之后的去向 以及南中国地区如何融入到了我们的九州 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的象征 牙张的传播与扩散 印证了夏朝广欲望权 在数千公里范围内的影响 这或许意外着 在这一时期 中华文明开始出现了王朝认同 文化认同 理智认同 中华民族也开启了多元一体的新篇章 王朝终会落幕 但是文明前行的脚步一旦开始 便不会因朝代更迭而终止 1976年春 在河南安阳商代晚期都城 英虚遗址所在地 一座未被盗掩 面积不大的方形木坑里 出土了近八百件玉器 这是迄今发现秦代以前 随葬玉器最多的大木之一 除商代玉器外 墓中还有大量年代更早的遗玉和旧玉改制器 在这里 在这里 星龙蛙 红山 齐家等诸多文化遗存的玉影 依然显示着神权的余晖 《青铜器》名文和甲骨上的记载 为我们揭晓了这位古玉收藏家的身份 她是傅豪 山王武丁 心爱的王后 傅豪其实在上代她的祭祀权力是很大 她也是 山王室当中应该是极少数的 具有祭祀权的女性 《祖传》中记载 国之大事在似玉荣 在伤亡治下 祭祀逐渐成为了王权的专属 欲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王权掌握了祭祀权 就代表王权独霸了与神沟通的这种渠道跟能力 那就首先是表明我的这种权威 我的这种政治地位的独一无二性 在傅豪墓中还出土了玉岳 玉刀 玉戈等玉兵器 这揭示了傅豪的另一种身份 她是目前引致中国历史上有文献记载的第一位女将军 从多次受命征战沙场 山王朝的开疆拓土富豪功不可没 在武丁统治的半个世纪里 商朝中心 江域在征战中不断扩大 成为西汽甘肃 东到大海 北极大漠 南越长江的泱泱大国 史称武丁盛世 公元前1046年经过木野一战 周武王率军击败了商周王 周王朝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周公治理 秦国家定设计 蓄民人 李厚四 发展于周朝的礼乐制度 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发展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面对辽阔的疆域和多变复杂的局势 西州的统治者该如何巩固政权 尤其又会不会被人们赋予 新的价值和意义呢 位于河南省三门下市 黄河岸边的国国墓地 长眠着西州诸侯国中 与周天子血缘十分亲近 战功显赫的一脉 这里出土的众多玉器 反映了周朝以玉制理的面貌 人龙文豫章 出土于国君国中的墓葬 它由一块青玉雕刻而成 近似铲形 气身正背两面的纹饰相同 上部是屈膝敦姿的侧面人的形象 在人的身后和足下 雕刻有两条龙 翁身全驱刚进 似要腾空而起 表现了周代的这个思想 就是静德宝谜 静天法祖 有一定地位的人 他能驾驭了这个具有神力的龙 祈求风调雨睡 江山永固这些美好的愿望 玉章是礼敬天帝四方的六气之一 周里记载 以玉做六气 以礼天帝四方 以苍碧礼天 以黄丛礼地 以青龟礼东方 以赤张礼南方 以白虎礼西方 以玄黄礼北方 地丛归张虎黄 共同组成了周代玉礼器系统 玉和礼的关系得到空前发展 周朝玉制六气之一的玉黄 除了具备礼敬北方的重要作用 还成为了一种尊贵玉器事物的主要组成部分 玉祖配 就是周朝人将黄 横 冲牙 玛瑙珠 玉管和料珠等穿系在一起 佩戴在身上 兼具装饰功能和礼仪内涵的玉祖配 变成了贵族们彰显身份的必备之物 君臣尊卑持素有节 玉祖配的配件越多 结构越复杂 代表着佩戴者的身份地位越高 祖配往起到两个作用 一个是起到结步的作用 就是佩戴祖配 人就不能慌慌张张地往前走 走过来得四平八稳 来保证这个祖配一直很平稳 另一种就是在行进的过程中 祖配上的玉石构建之间 互相发生轻微的碰撞 会发出种悦耳的声音 然后别人会知道 这是一个君子过来 演念君子温其如玉 这是诗经中的古老比喻 君子是儒家思想中 美好人格的极大成者 儒家思想评价玉有 守得赐福的说法 意思是首先看中玉的品质 其次在观察色彩和外观 可见这几种以玉彼得的寓意 而呼吁君子之美德的孔子 也慷慨地赋予了玉 人 智 义 礼乐等十一种美德 因为孔子其实他是想要克己赋礼 希望就是恢复周理的那一套 政治秩序和统治 从孔子把这个玉德的观念提出 提出并发展 在人们心目中建立起了一套规范 一种追求 一种信仰 美玉以其温润洁白的质地 成为了美好德行的象征 数千年来服务于宗教神巫 和王权礼乐的玉 自孔子以玉彼得开始 更增加了人格的品质 以玉彼君子的孔子 终其一声高呼 仁正思想 在征伐四起 礼崩乐坏的现实面前 坚守不弃 诸侯正霸的迅怒即将拉开之际 玉石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武当 赴金方 子 爹 黑 在金方 从事 礼盲 1965年12月 山西省侯马市正准备建设一个新电厂 在施工掘土过程中 一件件带土的玉石片 上面隐约显现诸书的字迹 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经过张翰等考古学者的鉴定 这批写有文字的玉石片 是春秋末年晋国的官方文书 比如这块小小的萌书片 只有鸡蛋大小 正反面却足足书写了90个字 春秋末期的晋国侍卿赵央 与晋国内部盘根错节的势力 屡一屡举行释盟 他们将誓言写在玉石片上 共同约定 不纳事 不被判 内部团结 打击敌对势力 诅咒背信弃义的行为 在古人眼里 玉就是通神的 玉是有灵气的 那同时我把这样的蒙事 我写在这个具有一定灵气的 一定神性的这个玉气上 这就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了 这代表了一种契约关系 这种关系是神都知道的 那当然你们要 大家要遵守 数量以千计的蒙书玉石片 让我们看到 在那个争霸称雄的时代 玉石如何扮演了道德的载体 承载着严厉的盟室 凝聚与约束着结盟之人 富玉以德 以玉玉人 盈盈可握的小小玉石 承载着厚重的中华文明 与历史的符马 任凭风云变幻 成为一种精神共识 延续至今 公元前二百二十一年 秦灭六国 结束了自春九成功以来 长达五百多年的诸侯歌剧纷争 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实现了大一统 但短暂的清朝 来不及有更多作为 就将江山溢筑给另一个省市 既往开来的汉朝 继承并发展了先前儒家贵玉的思想 玉不仅被当作身份 财富 品德的象征 更被视为天地之经 有人相信吞石玉可以求得长生不老 有人相信用玉练师就能永生不朽 在汉朝 誓死如是生 以及后玉随葬 未然成风 而葬玉中规格最高 工艺最复杂 工程量最大 也是最昂贵的 要算这样一件特殊的衣服了 这件金铝玉衣 有四千多个玉衣片 和一千多颗金丝穿坠而成 是目前国内出土的年代最早 玉片数量最多的玉衣 自1994年 在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后 便成为徐州博物馆 最为要目的馆藏珍宝 据专家考证 这件金铝玉衣的主人 正是汉代第三代楚王 刘 这个狮子山的楚王墓 它这个玉衣一共是四千八百二十八片 然后都是非常纯净的白玉 或者就是说清百玉 年代早 工艺好 预料好 非常高规格的一件 是四如生 是亡如存 汉代的玉衣和玉枕 玉手握 玉酒窍塞 玉壁 组成了一套完备的玉炼葬组合 一件件夺目的华服 不仅彰显着主人特殊的身份 也承载着人们对永生不朽的向往 在汉代 除了金玉玉衣 还有一种玉器 也充分体现着封建等级制度的严格 国宝 国宝的专家建立之后 国宝 对 这个东西是我小时候 在水渠里边捡到的 我得跟您合个影 1968年 十四岁的孔忠良 从水渠边捡到了这枚羽印 从此 他便与国宝结下了不解之缘 经专家鉴定 这是皇后之喜 发现他的地点 距离汉长林并不远 这意味着 这枚印章 很可能是汉高祖刘邦的皇后 吕智升迁所用之物 这个印是官印 是政权的象征 所以这件东西 显然是非常重要 也是迄今为止 我们发现的 汉代唯一的皇后之喜 汉代著作《独断》中记载 亲一来 天子独以印称喜 要独以欲 群臣 莫干用言 汉代规定了一套严格的 用印制度 只有位于王权之巅的地后 才能用这种洁白无瑕 精盈润泽的 杨枝白玉 雕凿玉玺 这种珍税的预料 产自遥远的新疆和田 在中国传说故事中 西州天子周穆王 驾驶着八匹骏马 牵引的车架 向着遥远的西方巡游 与西王母相会于昆仑山 临别时 西王母送给周穆王 满满巴车的玉石 这段故事被记录在了 《牧天子传》中 成为最早记录中原与西域之间 交流的史料 而随着对商代富豪墓出土 玉器研究的深入 也有观点认为 和田玉或许早在周代之前 就已经进入了中原 西域有珍奇美玉 令古代中原人心持神望 直到汉武帝时期 张谦凿空西域 和田玉终于开始 大量进入中原 张谦通西域以后 和田玉可以说是 源源不断地进入到中原地区 他们就逐渐地意识到 新疆和田地区所产的 这个和田玉品质最好 尤其是皇家 诸侯王 这些高等级的贵族 就会用最优质的和田玉 两汉时期 和田玉逐渐成为皇家用玉的主流 到隋唐时期 和田玉已经凭借优异的玉制 成为承载中华玉文化的 主要预料来源 西域东书 也让玉文化在人文交流中 得到进一步的融合与演进 好时的人们 基于长久以来的用玉体会 不断总结预料的特点 将辽宁安山的秀岩玉 新疆和田的和田玉 陕西西安的蓝田玉 河南南洋的独山玉 合称为中国四大名誉 玉成中华 位为大官 2023年1月至5月 陕西历史博物馆 一场玉运九州大战登场 来自全国48家文博单位的 450建筑玉器齐聚一堂 清晰展示出 中国玉文化的发展脉络 展览吸引了 络绎不绝的参观者 前来感受中国玉文化的 深厚底润和独特魅力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 任何一个文化 像中国人 中国文化这样爱玉重玉 可以说玉文化 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 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 自秦汉以后 玉继续见证着朝代的兴衰更迭 展现出更加丰富多元的造型和用途 风格上也开启了写实主义的新篇章 走到了普罗大众之间 直到今天 中国人 卓裕 崇裕 爱玉的情感 依然浓烈 并和古人一样 会把家国情怀 甚至世界大同的理念 融入 欲中 2019年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 35位玉雕大师 耗时14个月 在重大118吨的巨型秀岩玉石上 巧夺天空般 创作出了一座玉雕长城 风树压摆苍境 城墙关爱险峻 气势磅礴 雄浑壮阔的玉雕长城 从玉石胚中脱胎而出 恰如中华文明的金髓 深深蕴含于玉文化之中 2008年的奥运的金银同伴 你会发现 它整体的形状 是一个壁的形状 从个样式来讲 是跟汉的出阔壁 给弄过来的 玉对于中国人来说 是一个特殊的意义 它是一个精神的载体 别的国家和别的文化当中 是没有的 所以这也是中国独一份的 北京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 童星奖牌 创意来源之一 同样是出自中国古代玉碧 中国人上和和求大同的 美好心愿 再次以玉为内涵 传遍世界 遇到现在 我们中国人现在讲 天然合一 为什么中国人用玉的观念 一直传下来了 我有个观念 这个文明在与传承 中国的文明是连绵不断的 五千年文明没断过 我们这没断过的那个文明 那个东西 那是最重要的 对了 这个玉就是一个 通透 坚韧 纯净的玉 是天地山岳之精 中华文明前行的脚步声中 总有美玉相机的悦耳之意 玉所承载的礼仪 德行 志气 风骨 无不招视着中国人 自强不息坚韧卓绝的品行特质 无不指向着今日可信可敬 可爱之中国的历史必然 今天的玉文化 依然深深根植与中华文明的土壤 成为每一位中国人 不可替代的文化经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